來到吉吉地,到底有什麼樣的好吃的東西呢? 首先,就是金椒兩種,吉吉地出産的金椒是相當有名的, 所以用吉吉金椒作為主要原料的金椒兩種, 不然有金椒的香味,口感煮味也一樣是一粒。 採用我們吉吉的當地的山椒,農特產品的山椒,把它發揮成,做成一種附屬品,可以當為我們在地的特色伴手禮。 裡面含有香蕉啊,香蕉就是香蕉味道,很好吃。 裡面有聲音喔,可以可以的聲音。 好,好吃。 好不好吃? 嗯,超好吃。 超好吃。 接下來,就是不管大人、小孩都喜歡吃的冰淇淋,也是用金椒下去製造的。 小朋友各個都是一嘴吃一嘴,讓人看到也想要趕快來吃看看。 香蕉冰淇淋,我原發的香蕉冰淇淋最大的特色是低糖,然後不加奶油。 用天然橘橘的山椒去做它的主要的原料。 Q,很有彈性,吃起來綿綿的,口味又適中,很好吃。 吃起來香蕉味道蠻重的啊,然後不會像一般外面的冰淇淋吃起來那麼甜。 看上兩種特產當然也還不到,現在就做一道為你介紹四種。 香蕉餅、香蕉球、香蕉果,就連香蕉皮也是相當好吃。 極極因為它的氣候好,所以我們這裡種的香蕉,在全省評比下來, 據說山蕉跟芭蕉都是極極最好吃的。 所以我們用極極的特色把它拿去做各式料理。 不管什麼好吃的東西,都是藏香蕉有關係。 來自一罐廚油,這就一定不能來試看,這些好吃的在地特產。 繼續收看,採訪報道。